第五场 我们首先看一下巡域主攻如何躲避反贼的重重攻击 从而反杀贾许创造绝地的大翻盘 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曹哲这边带出了杖八神毛 这样子的话可以跟官皮精英配合 加上后头贾许的乱舞以及回合内可能出现的杀 再加上曹哲那边的九杀还没有出现 所以主攻这边先去求一下队友的桃子 留住杀闪闪来去防御后面的输出 尤其是贾许回合内的玩杀 九杀那边的两个桃子也非常的伤 这边贾许已经是强迫的去吃桃 不过官皮那边没有龙银了 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防御了曹哲最终的九杀的攻击 这边的话贾许可能是要找输出牌 从而去创造一个效果 但是很可惜没有找到二杀三杀的牌 这边贾许直接九杀 那边我们留了一张闪 从而去防御了一下 翻浪五这个时候是玩杀的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主攻去杀 直接创造的玩杀效果 这边的话主动求一下队友的桃子 因为这个时候 留住桃子是一会儿撑自己的状态 而且当贾许死以后是没有玩杀效果的 所以他想把桃子留了来撑自己的血线 从而一会儿往下打 这下的话直接再把内奸杀死 以及大死令一个反贼 已经是创造出非常大的优势了 而且过拆也能拆到忠诚猪狗克的乐 忠诚猪狗克再动一下 反贼是没有手牌 从而反贼就必须分盘了 这个也是利用最后的三张手牌 算好反贼所有的输出 从而创造这种翻盘的效果 第四场我们看一下忠诚黄盖 利用自己的强势苦肉 与离魂禅创造出忠诚的二连 从而秒杀全场 这边有一个桃苦肉 又出一个桃 又出一个九 再苦肉 出连弩 再苦肉 现在是两难蛮 加一连弩加双杀 这个手牌质量已经非常的高了 出一张顺手 但是没有继续到苦肉的空间 不过这边以这样子的输出 已经非常的凶猛了 因为一会儿放南蛮 如果放死别人的话 可能打不死潮批 所以这边南蛮他决定后绑 因为你放南蛮 放死别人可能会被刑伤 哦又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 继续的去看能不能创造出自己的输出 因为有法证存在 所以手牌必须留到红袍的牌 从而去防止法证的恩怨 造成自己血线的下降 而且再加上下一个 是离婚禅的行动 所以就算给了再多牌法阵的话 那边的话 貂蝉也是可以拿回来的 比如说这样这个质量非常高的红色的过拆 杀杀清了一些闪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看下离婚禅的行动 这一次二连非常的恐怖啊 包括黄盖的神苦肉 再加上离婚禅的回合内的爆发 这个离婚禅可能是在找一些陶 以及其他的东西 从而来打死 因为有白衣十字存在 这个固定虽然没有产生固定的效果 但是因为一 刚才草皮已经是吃过所有反贼的陶了 二也是又通过过拆 也是限制了一遍 哦这边的话又出一张决斗 能带走另一个反贼群域 看一下貂蝉能不能继续的带走另一个反贼 摸一下内奸 哦决斗漂亮 这样子的话直接进入主中中内 那应该是获得比赛的胜利 第三场我们来看一下忠诚曹智如何中装反 骗反贼秘诏 从而造成反贼的崩盘 流血主 我们看一下曹智 曹智直接杀王翼 那个感觉像是跳了一个反贼 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分析 因为杀王翼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收益的行为 这边的话流血直接看他妈 哦把所有的牌秘诏给王翼 并且这边的话我们出小点直接是把身份跳了回来 那我们来过场看一下 这个是在曹智杀完以后 反贼没办法创造出输出秒死王翼 从而在这一次第二次行动 因为有流血的行动 流血的上次秘诏 所以这一次输出非常的恐怖 直接强看他妈 单论这两个男蛮的话 反贼就已经非常的伤了 这有可能直接通过两个男蛮的使用 带走三个剩下的所有的反贼 并且这边又收出一个联络 这样子的话连内奸也去了 因为内奸是非常名的刘表 这一只也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装身份 欺骗了流血从而创造出这样莫大的收益 第二场我们来看一下八位反操 利用自己的神手牌加神牌序 通过寻遇的配合从而秒杀孙权 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手牌非常的质量高 一个连弩带所有的杀并且有两张AOE 因为一会儿想创造出结命的空间 所以这边的话先把杀全部打光 孙权那边防御牌也是非常的多 这边当把杀所有的打完的话 开始开A 这样子寻遇可以给他结命 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输出 江维那边已经是有点怂了 帮助无限来保护一下主攻的状态 那边一记是开始给主攻补一些牌 那当然有寻遇的需要 这边有一张无限 没想到还有一张男蛮 这个男蛮基本上要打崩主动方了 不过反贼还是要看一下 寻遇的杰命能否创造出比较好的输出的牌 杰命出果然四张可以用的输出的牌 这个手牌非常的给力 因为有顺手的存在 所以他慷慨出的乐不思蜀的时候 先把杀给过去 这样子的话可以反手拿回来这张杀 继续的输出 而且有一张乐也可以是后手防御一下 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手牌打光 从而能跟寻遇进行继续的配合 再次杰命 又出现 多了一张杀 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考虑继续的跟寻遇配合 创造出更多的速度 因为一张杀不能保证自己稳定的能打死主攻 而且通过这一次吃桃 能够强行的进行继续的杰命 刚才因为有几个救援桃 孙女的状态又被撑了回来 看一下有没有继续的桃子能补回来 这边的话再继续一次配合 把桃子因为给了装备 桃子吃可以进行四张牌的解决 又出了两张杀 这样的话孙权应该是要去了 因为刚才桃子已经求援到左瓷那边 左瓷那边桃也是非常的多啊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孙权能否去扛过这一下 好的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场我们来看一下 观星张包如何利用复魂成功以后 加上寻玉以及城朴的既有效果 秒杀全场 复魂成功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观星张包是有距离的 这边的话先去选择去杀一个忠诚 因为是草皮主攻 再加上有一个寻玉队友 所以他可以在打光牌 最后一张牌的时候 跟寻玉精英比较好的配合 用杀的话也是防止对方有无限可击来影响自己 这边是邓爱是在强行的支撑 继续打到最后一张牌 我们可以看到输入牌非常的多 利用传导也是造成一下曹人那边的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邓爱已经死了 不过曹兵那边的牌非常多 这也是刚才勒不思路 为什么优先去选择去勒曹兵 这样子的话在打死所有别人的话 曹兵那一手牌是转化不出使用的 看一下能不能继续的打死曹兵 曹兵也死了 14张牌的曹兵 这边的话会主动去吃陶 而不是去吃陈朴的那一个唇 这样子的话会产生更多的输出 这边先杀 看能不能清闪 就会一张牌继续的去打 因为不可能去九杀群域的 这样子的话少一次解密空间 所以他先去九杀了 因为有新的距离 所以他把红色的装备当杀继续的打出来 而且在回合之内自己去吃陶 从而创造更多的解密空间 这样子的话继续推曹兵主 看下曹兵就用成功的推死